所以这个注解里面说 从善人行善到从明入明六句 这个是讲《无量说经》里面的注解 善人因为种善因 来生他就生尊贵的家 他身行端正 敬言和美 身心事业事为乐 人不能修善 不能够不积德 修善积德 这是在修因 因好果当然好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主书大德常常告诉我们 聪明的人要有前后援 就是你有智慧的话 你要看前面也要看后面 要有前后援 这个人真正有智慧 对啦真正聪明啦 那是说什么 他能看到过去 他也能看到未来 如果现在很快乐 将来不快乐 那个乐是假的不是真的 现在受到一些罪 将来很快乐 这是真的 这是值得去做的 可是像前面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当官的 刚才这个故事里面 他前面说三个举人的钱 但是后面的结局就不好了 这就是愚痴 他愚痴蒙昧 他只顾眼前 收了三个举人的钱 他不知道后面 后面的果报 这叫愚痴 眼前的果报时间是不长很短的 特别是现在的人寿命不止一百岁 时间上就很短处 无论是受苦受落 实在讲都很有限 如果有前后眼 我们对眼前的事情就能放下 就能够忍入 要为来生着想 这几句话很重要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你有前后眼的话 你对眼前的事情 能够忍让就忍让 能够放下就尽量放下 不跟人家结怨 能够牺牲就牺牲 能够舍掉就舍掉 能够步视就步视 不要斤斤计较 不要坚贪不守 不要到处放不下 看不破 跟人家结怨气 这就是你要有前后眼 你要为未来着想 也要看到前面 也要看到后面 这叫前后眼 所以老法师说 对眼前的事情 能够舍就舍 能放下就放下 能够成就忍入 要为来生着想 我们不要说看别人的果报 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老法师 老法师以前 他刚出家的时候 没有人要收留他 他到临祭司的时候 他因为不会做法会 不会赶金颤 那时候没有人奖金 所以他就被人家赶跑了 如果他后来说会金颤 但也没有今天的进宫法师 他就留下来做金颤就好了 所以他只好离开 离开没有人收留 所以给他一个奖金的平台 没有地方可以去 无路可走 最后韩官长说留他 韩官长在木栅 有个房子 有个还不错的房子 还有福报 韩官长含有魄力 还有勇气 还有大丈夫的气概 我说留你 韩官长就扶持他32年 到处带他去奖金 有地方就讲 有地方 十个二十个也好 老法师长讲 他早期奖金非常辛苦 就到一般的民宅里面去写奖 到一般居士家去奖 十个二十个也可以 他说讲到后来 韩官长这样 积了一点 大家共襄圣集 就买个房子 就是景美图书馆 其实景美图书馆 里面外地人都不知道 我们住在台北 我们很晓得 尤其我当时住家离景美图书馆很近 坐车大概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走路大概十五分钟就到景美图书馆 我就住在景美 那老法师在那边 三十二年在景美图书馆 景美图书馆是我们景美第七年 可以讲是非常吵杂的一个地方 一点都没有丛林的味道 为什么 它就是一个卖场 大卖场 我们那时候早期叫做 眼东百货大卖场 吵杂得不得了 进宫法座在那边红华立圣 造就今天的进宫老法座 就是景美图书馆 让我们去体会 六祖大叔在列伦堆一呆呆十五年 那景美图书馆当时在那边 韩馆长扶持他 老法师不管钱 不管人 不管事 老法师最后讲一句话 他都说是韩馆长在管 归一都是韩馆长主持的 老法师不管 钱 韩馆长管的 是韩馆长决定的 有一次老法师陪韩馆长回大梁 那边暂时的王魂跟韩馆长托梦 韩馆长给他们超度 韩馆长就问师傅说 奇怪那你是高僧啊 那为什么他们不给你托梦 给我托梦干什么 老法师说 因为你管钱又管人又管事 找你才有用 找我有什么用 我只会奖金而已啊 老法师说 韩馆长32年这样牺牲自己 管人管钱管事 他说 护法比红法还伟大 他说造就了我32年成就 我的忍辱波罗蜜 老法师成就了 所以 所以 老法师早期的困难 困顿 乃至于今天 到今天 这种困顿 还没办法消除 毁谈 诽谤 轰涌而至 老法师通通学放下 我90岁 他说 我90岁的老人能做什么呢 他能够忍入 他只是为了挽救中华传统文化 当然他也没有未来生着想 他完全无我了 怎么还会有来生着想 这是一个表法 这是我们要学老法师这个精神 老法师说 人寿也不过最多100岁 时间很短 无论是受苦受漏 老法师说 其实都很短暂的 很有限的 所以你必须要有前后眼 要有智慧眼 前后眼就是要因果分明